大家好我是三蘇公 今天又到了三國之幻想大陸的武將試煉 請大家先幫我一個訂閱 開啟小鈴鐺 就會出更多遊戲介紹及攻略 首先呢 武將試煉這邊今天是魯術的試煉 魯術試煉其實也是蠻簡單的 把五國的三隻最後是四隻擺上去 就很簡單就可以解決了 理就不多講了 再來拿到試煉點數之後 無限挑戰這邊 把十場打完 到試煉加成這邊 大家可以照著我這樣點 再來到無限挑戰這邊 就要講到陣容了 魯術挑戰呢 右邊難度係數可以全部打勾170 我目前才打到150萬 先跟大家講我早上的陣容 我早上的時候打到145萬是這個陣容 神兵大家可以參考一下 合適幣沒有的話可以換扇子也OK 或者是你要換弓也是可以的 槍的話蠻好用的 建議大家資源夠有多就可以把身上去 再來星庭猴刀 靈寵的話是白虎 放主戰 你星數越高傷害可能就會越高 再來我是放熊貓跟福豬 那你這邊龍象也是OK的 那白虎沒有的話可以放比翼 或者是你要放靈兔也是OK 星數火術長這樣全部無火除了魯術 在戰魂的部分我是給大橋跟江維 弱點突襲 其他戰役撥發 換武的部分 王毅、劉備跟大橋 換武全開 那潛能的部分呢 將為 2、1、3、2 其實也可以2、1、3、1 大橋我是3、2、1、3 其他就還好 潛能我覺得影響很小 那這個陣容1、4、5一定是OK的 接下來就要講到更高的陣容 接下來這一組是我自己 用這一組打到最高150萬的陣容 神兵臨寵都是一樣的 前面這3隻位置稍微調整一下 後面就是少了江維 換上公孫戰 然後擺這樣 那戰魂部分我是給大橋弱點突襲 其他全部戰役撥發 這邊王毅的話你要給他弱點也是可以 再來這邊有其他人有不同的點法 王毅跟大橋用這個暴力衝擊 然後其他人改這個怒焰滅襲 那我自己用了之後是沒有打出更高傷 但是傷害差不多 跟我這一組差不多 大家也可以嘗試一下 再來換武的部分是 劉備跟王毅大橋換武全開 那這一組我覺得應該還可以再更高 那接下來就要講到可以打到更高傷的陣容 各位 你如果有潮P 有無火 三火以上 就可以試一下 把潮P替換掉劉備 那我自己是沒有潮P 才四星 所以沒辦法試 用這組陣容 然後你的白虎如果高薪一點 和勢必高一點 我看到有人都可以打到200多萬 自己是打不上去 少太多東西了 這次少了這個潮P 就會差非常非常多 200多萬跟這個100多萬的陣容 傷害差很多 那我原本用劉備 我看到有人也是用類似的陣容 可以打到15級16級以上 所以大家就是要多嘗試 那你如果是CH2的陣容的話 沒有諸葛果 你可以用元紹去做代替試試看 那輸出的話你就用姜維 或是馬雲路上來試試看 那CH0 CH1的話 這個可能就要去DC問問看了 這次我打出來的傷害不算高 所以麻煩大家如果有更好的陣容 或者是怎麼調整 還可以打更高 可以在底下留言分享給大家 明天還有一天 所以傷害應該還會再更高 因為我們點數還會再更多嘛 那就期待可以刷到更高分 然後會有更好的陣容出現 明天還會再跟大家做分享 好啦感謝大家這一集的收看 我們下部影片再見囉 掰掰 我們下部影片再見囉 Swansea